陈伯豪 资料照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罗志捧台南报道 中信兄弟年轻投手陈伯豪 今天他在季后挑战赛期局下登板投球 以18岁又266天之灵 缔造中职季后赛 韩季后挑战赛和总冠军赛 世上最年轻球员初赛记录 中职员季后赛最年轻上场投球记录 为王泽君的19岁又75天 缔季后挑战赛记录则是陈韵文的21岁又327天 至于中职史上季后赛最年轻 也首出赛记录则为陈子豪的19岁又81天 此一期局下师队进攻 两出局二雷友人情况下 兄弟换下王子安 换上陈伯豪 结果陈伯豪只花两球就让林幽乐 及出一垒方向滚地球遭刺杀出局 结束师对攻势 陈伯豪今年从西苑中学毕业后便投入中职选秀 兄弟以第三轮指名选进 签约金340万元 月薪5万元 他是今年U18世界杯国手 今年在一军出赛一场投一局失一分 防御率9 00中职官方测得最快球速148公里 很多年就是201个演书可 这么快で 毕竟有什么 汇